食材咱们都准备好了 现在是不是可以做菜了 对对对 我现在准备选这个腿子肉 这小羊跑得那么快 腿上的肉一定很好吃 这个羊腿要把皮去掉 用后里面的肉 皮是有点肥肥的是吧 皮子稍微不好用的 不能用它 皮只能等几次 只要里面的瘦肉 只要里面的瘦肉 要把油筋也要去掉 筋也不要 因为羊的胃中含有大量微生物 在消化之类的过程中 会产生四甲鸡心酸 并融入脂肪中形成膳胃 为了去除膳胃 必须要剃除羊腿上的所有脂肪 李大姐从什么时候开始养羊的呀 我们从14年就开始养羊了 我们这个北市乡定的条件有时候 养羊特别适合 你养这个高山这个北山羊 就是适宜山羊的生长 肉质也很鲜美 对对对 肉质也鲜美 北山羊是我们这个北山羊的一个主要产品 好多人通过我们这个羊羊也都浮起来了 包好皮去完脂肪的羊肉 再用刀分割成小片备用 竹燕窝切成碎末撒在肉上 增添一份清甜爽脆的口感 获香 回香 雨川胸 来自大自然的野生绿色香料 剁碎加入羊肉中起到去山提鲜的作用 剩下的就是我们做馅的标配了 对对对 葱姜 蒜 辣椒 花椒 李姐为什么有两种辣椒呀 这种辣椒是肥辣的小米椒 增加辣味儿 这个是增加的颜色 这个是不辣的 好 那咱们开切 香料提鲜 调料调味 结实香煎原味 葱姜小米椒切末 花椒激活爽麻味蕾 红辣椒提色 盐与酱油少许 最后再放上两勺自家陈酿的玉米白酒 嗯 简直醉人心脾 我吃过竹筒饭 也听说过竹筒肉 但是这竹筒羊肉 我还真是没尝到过 来吧 开始填馅 对 对 要全部把它填满吗 填一半就行了 一半 剩下的一半呢 是封口还是填其他的 封口 哦 将混合馅料填充到竹筒的一半位置 既防止太满 加热后一爆出 也为仙界菜团 预留好了封口处的雅作 我们现在带着填好的竹筒 来到了李大姐的火堂 现在我们就要弄这个 灰把这个焖起来 哦 不是直接用火烤啊 不是不是 要把这个灰弄这个 灰把这个焖住 哦 为什么不用火直接烤呀 直接烤就把竹筒烧破了 灰就盛到肉里面了 就不好吃的 这个全是柴火烧断的灰 哦 现在我们上面叫防茜菜 它升高的温度 天柴果灰 让竹筒表面保持在60摄氏度左右 持续的柴火焖烤 给羊肉注入最后一味竹筒的清香 半小时后 一道羌族特色竹筒羊肉 在阴云中诞生了 白山羊 竹筒羊肉 货香 茴香 酒香 菜香 香飘满堂 竹筒羊肉来了 来 大家来上一下 今天我煮的这个竹筒羊肉 好吃 好香 这个味道层次非常丰富 能吃到各种各样的馅料 有竹筒羊的爽脆和竹香的清甜 一桌全羊宴 幸福 清香山林仙 白石香羌族同胞们的自足和喜悦 在一道道美味中 得以传递绵延